为人酒为人在家就炖这个云豆五花肉 他炖完的不入味 这个都没好 那以前我跟你讲 那我老妈炖的老好吃了 那是妈妈的味道你说的 啊就这都咬着谁不会炖呢 那我说咱说我就是我好了整 你不得饭店的做法 啊你做出饭店的味的 就是啊那你这怎么有头粉 嗯首先咱准备的上好的五花肉 你这道菜啊 一定要选上上好五花肉 哎你就炖这碗你不搁点肉 他这咱说就不着好吃 啊个人啊哎 那切点肉片 这刀咱说挺快啊 嗯手把好 我让你手夸你点 你夸我的啊 嗯啊我还没听说来 来这时候咱们准备点啥 这是冲姜还有啥呀 还有大辣椒干辣椒还有大料 嗯这啥清洗好的小扁豆 现在小扁豆 我这小扁豆才四五块钱而已 我不知道你家那会卖多 这个豆还好吃呢 面刀是贵点面刀比这宽 啊还有一种是圆的那种是夹的王 夹的王更甜 夹的王是炖的好吃 啊哎不分是豆角 接下来咱们开始操作了好 肉 料头还有豆角准备好 咱就开始炒好 非常简单 注意细节你炖出来 那就好吃 味儿哎呀 首先在炒肉之前 必须把锅给我怼热 啊锅热之后咱们少加点油 啊把锅溜透 哎油热之后咱们先下五花肉 把这五花肉里把这油脂给它炒 这样你炒出来之后它才香 啊 你看咱这锅一点都不得炸锅溜滑吧 咱没炸的 你看看 哎 这肉太好了 嗯 把这肉炒出油脂之后 咱们下入点啥呀 姜 辣椒 还有大料 葱 啊 炸出一下味儿 这时候细节重点来了 看好了啊 看好了 来 咱们把这云豆啊给它冷里头 啊 嗯 如果长的话呢 咱可以 直接给它拧碎 嗯 那热吃炒那也不用拧了 那晚上还热得长了 你把这豆角重点是啥呢 把这豆角一定要炒水炒至变热 啊 你在家做的时候就刮就直接添水了 对呀 那不煸呢 继续得煸一会儿 嗯 看这豆角呗 嗯 炒绿呗 嗯 嗯 变热了之后 这时候重点细节 加了点湿燃盐 啊湿燃盐 然后湿燃盐盐盒里头看好了啊 加上来点这个啥呀 生抽酱油 生抽 嗯 马上还去加水 加上清水 啊 这个清水的量不要太大 因为这个豆角呢 你对一顿太胡桃 好 啊 调味看好了 少放点这个啥呀 蚝油的吃了 蚝油 蚝油别炸锅啊 嗯 结果谁说就是我说的 是这样子说的 炸锅的不出香味 而且你油温一热的 蚝油就失去咸味 啊 哎 就是调味看好了 看好了 放点啥呀 少放点盐 再来点这个是鸡腥 啊 然后呢 再来一勺白糖是干啥的呀 提鲜的 提鲜的 这就ok了 就是啊 对啊 然后你想要点盐 这个啥啥啥 啥啥啥 少来点老抽 这是管调色的 嗯 哎 这就ok 开锅了之后 咱们转中火 这是中火啊 然后盖上盖 炖至大约15到20分钟左右 好 哎 一会儿完了一收汤 你看这小豆角是炖的 我看看 我到点了 你看这个汤吗 干锅了 是 干什么锅 你懂的个啥呀 最后看什么 这小是磨是灵魂 家里面有调了油的 您家林姊姊的调了油 没有没有 哎呦我去 哎呦这小豆角是炖的 太好了 啊 好好好 来 啊 哎呦我去 看着吗 这小汤烧的 你必须炖到这种状态 啊 哎 如果你炖完汤要是大的话 你这大火烧一会 啊 哎呦我这豆角你就吃去吧 没完了 炒的不错啊 炒的不错能行 哎 来以后记住了啊 啊 我这面倒还是云豆 还是加豆王 炖肉你就像我这么做 别问谁说就是我说的 八片不过对我对我对我 这菜来卖卖32哎呀对我对我对我 它看来 对我 咯 鉄塔 verted 也 干 脖子 终